书友们,今天我们来写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诗句 江山如此多焦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垂直下去收笔的时候呢,不要出现数须 那么这段提笔呢,它是非常逗的 不要撇得太平了 江,江字呢,它需要注意的就是笔画方面的话,它要比较简短 而且收笔齐笔比较果断 收笔的时候稍微比较圆润 齐笔的时候呢,比较尖锐 这样对比能对比出来的啊 稍微出个头就行了,这笔呢是可以说是比较重的 中间这一笔也是比较重 那么这个如字呢 齐笔也是比较重,然后到这里慢慢收的时候呢,不要断开 折下去 折的时候呢,记住这个收笔啊,这段距离呢不要太宽 那我又在撇一笔这里呢,拖出来 这一笔呢,比较斜 不要写的太直了 左右扣的比较紧,但是呢,这一笔呢又相对会比较斜一些 到这里的时候呢,加重 往里折下去 这里凸出来 这两个角呢是比较明显的 这一笔呢,可以说是这个,此 此字呢最高的一笔之一 这一笔呢,虽然比较斜 但是呢,它会比较柔一点 它不是很实的一笔 到这里的时候,稍微一点弯,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这笔呢也是相对比较高 中间细 收笔的时候呢,再加重一些 往下顺势而下收笔 这里呢,一定要强调一下 多字呢 它本身呢,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结构 好,收笔的时候呢,一定要稳一些 有些人呢,写这个多字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皮比较多嘛 很容易会出现属虚 所以这里强调就是收笔的时候呢 所以这里强调就是收笔的时候呢 不要太着急了 作为偏盘存在的时候呢 这个女字呢,就一定要写瘦一些 这个女字呢,就一定要写瘦一些 非常好 我们要试试一下 我们要试试一下 我们想试试一下 好 我们想试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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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勾呢很重要啊 是决定这个字体坏的一个原因之一 好 这是这个胶字的繁体字啊 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其实它不止一种写法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对这句诗句呢 江山如此多教 这几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屏幕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转发